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过亮剑的同志和朋友 对于我在这里复述的这段台词应该都不会感到陌生吧 他节选自剧中的名场面之一 独立团为和尚被黑云寨二当家的山猫子截杀之后 李云龙一怒之下 先是关了前来劝和的孔杰部的禁闭 然后带着独立团索部直奔黑云寨老巢而去 面对站在对面山头高举白旗 苦苦哀求的黑云寨大当家谢宝庆 李云龙和他进行了罚寨之前最后的喊话 要么你开门 把害死胃盒上的罪魁祸首交出来 要么我就直接机关枪开路 采集爆炸窝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带大家重温这段名场面 是因为我最近在网上刷到了一条新闻 原始信源是环球网 说是国外有商业卫星 近期在菲律宾周边的巴拉旺群岛附近海域 拍到了一艘航空母舰 这要换作是以前 获知此类消息的菲律宾政府 本该是十分振奋的 因为能够如此抵近菲律宾本土的航母 通常都是美国海军的 而说到美国航母 对菲律宾人来说简直不要太熟悉 就在今年1月初 美国迷米兹集核动力航母 卡尔文曾浩才曾短暂抵达过马丁拉岛 菲律宾官媒非通社在当时 还大张旗鼓地报道了这个事情来着 说什么 卡尔文曾浩的这次访问 夭制着美非军事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加深 也再次展示了华盛顿方面 对非方的坚定承诺 用卡尔文曾浩舰长卡洛斯 萨迪洛的话来说 对于我们在南海地区的盟友和伙伴而言 美军此次展示的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至关重要的 事实上不止卡尔文曾浩航母 当时随他一同驶入马丁拉岗的 还有美国海军的提康德加罗级导弹巡洋舰 普林斯顿号 以及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基德号和斯特雷特号 所以严格来说 今年1月份访飞的不只是美军的一艘航母 而是一个完整的航母打击群 对此飞动社在当时的报道中其实也提到 而且还是放到相关报道的开头部分来提的 菲律宾人深知要拉大旗就得先扯虎皮的道路 毕竟也是借来的威风 那肯定是一大不一小嘛 大了才容易胡到人 而凑巧的是 也是在最近 国外机构除在菲律宾近海拍到了航母之外 还拍到了其他一系列军用船只 包括两艘导弹驱逐舰 一艘导弹护卫舰 还有一艘补给舰 所以说这同样是奔着菲律宾而来的航母 但是按舰艇配置来说 最近这一次的荤素搭配 其实比年初那次还要合理科学 航母来了 给航母保驾虎航打架手的配套舰艇也来了 对于菲律宾来说 这本来应该是喜上加喜双倍快乐才是 但是凡事都怕加个但是 但很不走运 这次抵近菲律宾的航母和驱护舰艇 并不是美国海军的 而是中国海军的 更准确点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第二艘航母 山东舰 这下菲律宾人就不淡定了 用港媒南华早报在相关报道中 援引菲律宾智库国际发展与安全合作组织总裁兼创始人 卡巴尔扎的说法 山东舰此次之所以会出现在菲律宾周边海域 此举恐怕是北京方面近期表演出来的一系列政治姿态的一部分 中方或许是想借此来向菲律宾传递这样一个信息 以后这种情况在菲律宾周边会越来越频繁 你们不要让我们感知到危险的信号 中国随时都有能力向菲律宾周边大规模调兵遣将 中国确实是为更糟糕的情况在做准备的 兵者国之大事与北京严重必行 不是和你闹着玩的 事实上卡巴尔扎的这一系话说的可能都还算轻 据环球时报英文版报道 除了航母山东间之外 中国海军还在近期向南海方向的热点海域 派遣了多艘现役的新锐主力战舰 包括055型大型导弹驱逐舰 052D型导弹驱逐舰 075型两栖攻击舰 以及071型两栖登陆舰等 就这样的阵容这样的规模 毫不夸张的说你别说是一个小小的菲律宾 放眼整个南海也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 甚至就算把对比范围扩大到全世界 我估计也就美国海军能和我们比划比划 除此之外皆不值一提 曹老板和刘备青梅竹马 不对啊 什么青梅竹马 是青梅竹酒 曹刘二人青梅竹酒时 那话是怎么说的来着 经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操二 往事月千年魏武徽编 萧瑟秋风金又是患冷人间 二小小马尼拉湾扣渴望 我意可望 当然这话是相对美国海军来说的 对我们中国人而言 面对着如此强大的一支人民海军舰队 我们的思绪可能还要在此基础之上 再补充一句扣渴望 我意可望 过去美国政府不是老碰到什么外交纷争 就老喜欢把航母抬出来给自己骨气壮胆 为此他们甚至还引申出了一个特别有名的说法 距离我们最近的航母在哪 同样还是这番话 现在终于轮到我们中国人说了 而且还是冲着美国在亚太的亲密盟友说的 这就是当别人眼中的反派大boss的感觉吗 为什么我非但一点也不生气 反倒还有些暗爽呢 我说为什么美国宁可扎那么多钱下去 也要维持一支规模如此庞大 足以压倒全球其他海军之河的航母舰队呢 你还真别说贵则贵 但这种爽快的感觉真是挺值得的 而且体验多了 还很容易上瘾呢 当然我之所以这么说 那是因为我本身只是一介世锦大妈 我的观点只能代表我自己代表不了部队和国家 坦白说我们这次对菲律宾算是非常非常客气的 别看政仗不小 但实际上都没有往马克思的死穴里戳 只是在菲律宾领海附近蹭蹭而已 以我们今天的实力 山东建航母编队 要想开进马林拉港随时都可以 我们不这么做不是因为不能 而是因为我们体面 和美国不一样 我们会顾及所谓的国际观瞻 也会体谅菲律宾这种小国的难处 哪怕它其实已经非常欠打了 上兵伐谋 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永远都是我们中国军事哲学的至高追求 除非菲律宾真是铁了心要踩我们的线 否则我们不到万不得已是轻易不会用牛刀来杀鸡的 不过当然了 这样的说法主要还是相对于我们中国人自己 我们中国人本就推崇君子圣读 凡有问题往往必先反求诸己 而和我们打交道的菲律宾人 还有站在他们身后操控着他们的美国人 你说这帮人愿意和我们谈论君子之道 信守讲好的君子之约吗 我觉得选 我觉得君子之道只能对内不宜对非 君子之道对他们要事管用 中非关系也不至于沦落到这部田地 所以要想维护好我们的君子之道 咱们不光要有菩萨的低眉圣眼 还得有金刚的怒目元征 不是说山东殿现在就非得开进去马尼拉岗去 但是我们得有这个能力 而且还得有在关键时刻 改于运用这种能力的魄力 除此之外 我们还必须让菲律宾方面感受到我们的这种能力和魄力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说法 讲到底也不过就是精神胜利法的某种变种罢了 一如亮剑中李云龙向谢宝庆喊话的那场戏 他未经请示上级 擅自下令独立团武力罚债 这事儿固然是有不对之处 但单就独立团在阵前的武力展示环节而言 我觉得老李的作法还是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我们之所以排平不准 说到底也不过是为了让对方能和我们讲讲道理而已 正如网上那句谜语所说的那样 我去图书馆读书 是为了我能和你好好说话 我去健身房补铁 是为了能让你好好跟我说话 你马克思当局要是能和我们讲讲道理 好好说话 那我们活跃在菲律宾外海的山东间你们完全可以无视 那就是路过南海的鲁鱼17号渔船而已 但是你要死活就是不肯和我们讲道理 你不愿意好好跟我们说话 那我们就没办法 好歹也是堂堂菲律宾的大当家 对吧 都当总统的人 做人做事都应该使点食物 别老以为自己抱着条大腿就可以在南海这一天横着走了 我告诉你 我们中国人最见不得的就是这个 你有几条腿你也敢横着走 信不信我们一条条全给你们卸下来咯 咱也不知道马克思有没有看过亮剑 如果没有的话我建议小马最好抽空看一看 因为这对小马本人和菲律宾国家都有好处 要是国事操劳日理万机 没有时间从头看起 那小马你看看我改编这段剧中台词也行 中国海军山东舰舰长我们也是南海国家 我们的苏陆国王至今还安葬在你们山东 往祖上数个十代八代 咱们保护齐还是一家人呢 请不要开火 有事好商量 你这样吧 把你们在仁爱礁上的那条破船先拉走 再把马尼拉港的门户给我们打开 我们进去和你们好好说说 李建长不是我不开门 兄弟我深知你李建长的虎 虎威 怕是开了门 我和我这帮拿了美元的弟兄们都没命的呀 还是请李建长先退兵 等王外长来了 我自然给你开门 王外长很忙 他委托我了 我给你们带来了靶子肉和霸鱼饺子 靶子肉是济南超一星的 霸鱼饺子是青岛传歌鱼的 你们不是要和我们叙旧参交情吗 把门打开放我们进去 我们和你们边吃边聊 李建长你别开玩笑 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山东剑 零零零零零零零五五啊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 食言而肥 那就别怪我的巨剑大炮 我认人了 同志们跟我上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